中换 首先找到我们所需的一个包材的一个尺寸 好 现在确定以后 首先这个包材的一个这个方向向到我这边 然后把这个套膜架的进行安装 首先方向是因为这个有一个把手是固定的 这边是活动的 然后这边上进以后就这样留紧 好 轻轻的扣一下 防止这边左右松动 这个感受活动的 好 做完以后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个膜架上面 好 这个方向是这样的 第一步走下来之后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的方法是把这个圈到这边来 怎么放呢 这怎么往下走呢 因为这个是有间隙的 因为这有两个螺丝顶住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螺丝调松 然后打开 进行穿膜往上走 然后穿过第一根杆子 这个就放膜杆子 这边有个杆器的 好 进行穿膜 从这边上来以后 这边 避开这边 上到第一条杆子 这个是活动杆子 这是打马机的 然后穿过来以后 从这边走 走过底下那个横板 再穿过来 走过第二根本筒 再穿过来 好 走到上面这一根杆子 这根杆子是活动的 然后走到这一根杆子 然后走到这一根杆子 这边是打马机的位置的 调整打马机 打马的位置 穿过来 就反穿过来 好 下到我们这个是调节 给我们这个角度杆子 好 把包装膜放多一点 好 往下头 走完这个下来以后 要穿 因为我们这个是彩膜 是要跟图案的 是有光标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包装膜 穿到我们这个光标感应器里面 好 再穿完以后 拿一把剪刀 进行对这个包装膜进行剪切 剪切作用是为什么呢 是方便我们好穿膜 穿进这个成型器里面 这边往下穿 好 穿膜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手法是 两边不要有折皱打折的 穿下来是很顺畅的 好 这边没抹什么 可以放多一点 放多一点 放下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 进行对这个穿膜 往下拉 这样的话就很顺畅的 好 这包装膜做完以后 这个杆子我们 切成木层的转动 我们现在两边把它进行锁紧 好 你锁紧这个刚刚好下来 把膜给拉下来就可以了 好 穿完以后就轻轻 把这个上紧一下就可以了 包装膜穿完以后 到了这一边 这一边以后两张膜 因为它是这个叫我们两边是有边有边的 然后用手把它两边重叠 往这个压膜轮上面 在中间的缝进行往里面去摆放 整齐 然后这边是有个压把手 把把手压下来 然后这两个都会把包装膜给压 压住 好 压住以后 我们就是可以在屏幕上面的一个 点一个风格 有个风格功能的 继续封合一次 好 再来一个手动拉膜 再封合一次 再手动拉膜 这个动作是我们做出来 是一定要看看这个袋子的 是不是在我们符合的一个要求范围之内 做出来袋子 先检查这些封口 还有这些切口 还有一些外形的外观的 是不是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如果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就可以正常生产 如果是有偏差的话 我们进行调整 如果没有偏差的话 我们就可以正常生产了 首先确认包裁的尺寸 就在我们这个新装的成型器的范围之内 好 首先检测 好 首先检测 检查那个包装膜的方向 固定模价 固定模价这个方向 固定模价这个方向 两边加底 好 进行安装 确定包装膜的方向 好 这个也可以这样一个动作 进行安装 好 进行穿模 穿过这边 穿过打码机调整位置 再穿到我们所需要包装膜的位置 好 对原有的位置进行 穿模安装 剪开包装膜的穿模位置 然后对包装膜进行安装 穿模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 这些包装膜不要有干涉 但是不要干涉任何一些位置 调整位置 好 压模轮压上 点封盒一次 点拉膜一次 好 启动几个袋子 试一下 更换出来的效果 检查一下袋子是否符合我们包装要求 如果符合我要求 正面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符合要求 就可以正常穿击 就可以正常穿击 可以正常穿击 可以正常穿击 谢谢大家